大家好,我是Dr. S.W. Chan,我是醫療護理課程的課程主任。 今天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課程。 首先我想介紹我們學校,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簡稱DI。 DI在2012年那時候成立,當時我們有6個學士學位的課程。 直至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有22個學士學位的課程,總共有3500名學生。 我們是一所自知的院校,我們主要是提供學士學位的課程。 我們希望訓練我們的學生是work ready,是主要為業界訓練人才。 DI的學士學位和其他本地大學的學士學位同樣都受到香港政府的認可。 而我們和其他院校的學士課程有些什麼不同呢? 最主要我們的課程是職業導向和專業的。 所以我們有實習時數的要求,一般同學要完成實習才可以拿到他的學士學位。 我們學校總共有3個不同的學院,總共提供22個的課程。 而我們亦都有一個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主要是提供general education和語文的課程。 而我是來自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ST。 在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裡面,總共裡面有兩個不同的department。 我是來自Department of Food and Health Sciences。 在我們的department,我們總共提供4個不同的學士學位的課程。 今天我主要是介紹醫療護理課程。 首先我想問大家,為何要讀醫療護理? 讀醫療護理可能對不同人來說都有不同的原因。 但最重要我們可以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有良好的就業機會。 第二,就是有良好升學的機會。 相信對讀醫療相關課程的同學來講, 這一幅圖一點都不陌生。 這一幅圖是講香港的人口迅速老化。 去到2041年, 每兩個的適齡工作人口就會對一個65歲以上的人口。 正因為香港對醫療服務的要求非常之大, 我們的畢業生在畢業的時候, 很快就找到一些醫療相關的工作。 例如,他們會在醫院裡面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營養學家也都會在一些康建中心裡面做 Community Health Practitioner, 或者在醫療用品公司裡面做一些specialist。 我們也有部分的學生選擇繼續再進修, 好像讀 Public Health, Nursing, 甚至乎我們有學生去到澳洲讀 Doctor in Physiotherapies。 我們過往的就業率都是大於95%, 大概有20%的人會選擇再進修。 同學們可能會問, 我完成了現在的課程, 去到DI醫療護理的課程裡面, 我究竟會讀些什麼? 如果同學們完成一個醫療相關的Higher Departure, 或者Associate Degree, 他們其實可以直接申請三年級入學, 進去我們的三年級。 簡單來講, 他們只需要用多兩年時間, 就可以拿到學士學位。 由於學生的背景有所不同, 他們可能要收回一些基礎的學科, 才可以完成到課程。 我們的課程有兩個分流, 一個是Health Administration, 另外一個是Nutrition and Health, 同學可以因應自己的興趣, 或者日後想做的東西, 而選擇其中一個分流去讀。 剛才我都講過, 我們的部門總共有四個不同的課程, 正正因為是這樣, 我們有齊了不同類型的實驗室, 好像我們有醫療護理相關的實驗室, 中藥相關的實驗室, 檢測認證的實驗室, 以及食品科學的實驗室。 在醫療護理方面, 我們有一個模擬病房, 也有康復治療的實驗室, 不同類型的醫療檢測儀器。 除一般上課外, 我們也很著重學生的學習體驗。 在我們學校裡面, 我們運作著一個 長者健康護理企研究中心, 除了給學生進行一些研究的工作以外, 也讓他們參加一些社區的服務工作。 我們會定期講一些健康的講座。 會跟長者做一些身體的檢查。 也會定期開一些太極班, 毛巾粗, 給社區的人士參加。 另一個我們非常重視的環節就是實習。 同學必須要完成200個小時的實習, 才可以畢業。 因為我們相信只是在書本裡面學習知識是不足夠的。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走入社區, 走入業界裡面, 了解工作的環境。 我們亦都不定時為學生安排一些多姿多彩的活動, 例如參觀或者比賽。 DR的學生事務署亦都定時舉辦一些交流的活動, 例如去英國、 中國、韓國、歐洲、德國、日本等等的地方。 而我們的部門更加會舉辦很多不同同學科相關的交流活動, 例如去新加坡、 江門、 四川、德國、 澳洲、 加拿大、 英國不等。 過往大約有九成的同學生, 如果他們申請了都可以去得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學校是有兩個的校舍的。 一個是在柴灣, 一個是在青衣。 而醫療護理的課程, 主要是在青衣上課。 而在我們青衣校舍的旁邊, 大約兩分鐘的路程, 就是我們的宿舍。 你可以想想, 如果住在我們的宿舍裡面, 班學真的非常之方便。 申請三年級入學的同學仔, 亦都可以申請入學獎學金。 如果在畢業的時候, 成績達到2.8或以上就有1萬元的獎學金。 3.2或以上就有2萬元的獎學金。 3.5或以上就有4萬元的獎學金。 在讀的時間, 如果表現良好也都會有獎學金。 例如GPA成績達到3.6或以上就有2萬元的獎學金。 3.8或以上就有4萬元的獎學金。 以下下來, 我們有幾位來自不同high-deep課程的同學仔, 分享一下他入到我們醫療護理課程 3年級的時候的一些學習點滴。 其中一位同學, 更是來自明愛專上學院, high-deep in health care。 Hello,我叫陸佳欣。 今年是year-three的學生, 從OV升上來的。 其實之前都會說很擔心, 會入到來是無法進行的。 原來入到來才知道有很多學科 跟我之前讀的都有相關, 所以暫時都應付得到。 如果說在功課上有些什麼不懂、疑難。 其實下了課後, 有時都會問一下教授和老師, 他們都會說花很多時間去教做功課, 很細心地講解給我聽。 記得之前參加了有一個活動, 就是中醫學科舉辦的上山看中藥。 覺得這個活動也挺有意義, 因為都可以認識到其他學科的資訊和訊息, 以及都可以認識到其他不同學科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Healthcare Year-three學生, 我叫五卓奇,Alpha。 原本在I-three Casey復康科畢業的我, 為了學業決定升學。 而我在DI學習了已經大半年的時間。 在起初的時候都不太適應校園的生活。 幸好,學校的老師和職員都很熱心和樂意協助同學在校園的學習。 在課堂期間, 老師都會鼓勵學生進行一些互動的學習。 有課頁上的困難, 老師都會抽時間解決學生的問題。 最後,你可能會問怎樣去申請我們醫療護理課程。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去到DI的網頁, 找到醫療護理的課程, 在ApplyNow那裡按進去, 就可以做申請。 記住你是申請三年級入學。 多謝大家。